他叫白宗杰,1993年出生于贵州镇远县 2010年的时候,17岁的他本来应该在学校读书 但是谁能想到,在2010年7月份 白宗杰跟着一帮社会人,在10天之内杀害9条人民 口谓疯狂自己 白宗杰小时候父母常年在东莞打工 他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 到了上学的年纪,一开始白宗杰成绩还可以 不过这时候他开始悄悄迷恋上网吧 还结交了一些社会人 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了 父亲知道后,怕儿子没人管就废了 于是就放弃了在东莞一年5万的工作 回到老家照看儿子 一年5万的收入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回到老家收入更少 没办法,儿子要是废了 挣再多的钱也没有意义 回到老家后,父亲每天接送白宗杰上学 不听话就打 在这样严厉的管教下 白宗杰又老实了一段时间 还考上了兼职班 但是后来白宗杰的父母由于感情破裂 已经悄悄离婚了 为了不影响儿子 父母表面上还是一团和气 每天晚上,父亲会先到母亲的房间待着 等白宗杰睡着以后 父亲来再分房睡 虽然白宗杰已经察觉到父母的古怪 但是那时候他还不懂 直到有一天 一个草包邻居和白宗杰开玩笑说 他很快就会有一个后妈了 从此以后,白宗杰就像变了一个人 整天沉默寡言,不爱说话 并且重新开始迷恋上网吧 就算是放假,他还是成天泡在网吧里 白宗杰的朋友说他好像是在逃避什么 这时父亲严厉的管教已经不起作用了 高一下学期,白宗杰开始旷课 而且次数越来越多 后来干脆就退学了 父亲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管不了,一急了他就离家出走 2010年4月19日,白宗杰再次离家出走 这次和以往不同 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后来白宗杰在自白书中写道 因为父母婚姻破裂 他在家很郁闷 所以想到外面闯一闯 混得好的话可以给父母一个惊喜 这样一家人也许就能回到床前了 但是他在外面的所作所为 带给父母的根本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一开始白宗杰跟着几个社会人去收保护费 不过这样来钱还是太慢 根本不够他们挥霍的 于是一伙人就流传到省会贵阳 开始了疯狂的抢劫杀人计划 2010年7月12日到2010年7月25日期间 这伙人购买好作案工具 然后假冒乘客搭乘黑车 将黑车骗到偏僻处后 抢劫杀害黑车司机 又或者假扮成黑车司机 将乘客带到偏僻处后 抢劫杀害 在短短的13天内 总共造成9人死亡 抢劫财务价值19万元 直到7月26日 其中一名社会人游祥妍 悄悄跑到派出所自首 8月4日 警方才终结了这伙疯狂的歹徒 被抓后 三名主犯何俊 曾祥友 周则军都被判了死刑 当时白忠杰未满18岁 但是由于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白忠杰被判了无期徒刑 主动自首的游祥妍被判了17年 2月3日